第216集 老玉机会变色 其他三名名宿也一下子止住了脚步 若是大虚空树人尽皆知 这种后果无法想象 你们机家不是想保密吗 我让南玉皆知 反正我已经没有生路了 不如成全天下修士 机会脸色阴沉似水 其他三人也是震怒无比 觉得对面的少年真的是有些难缠 恨不得一巴掌将其拍死 叶帆冷冷地看着他们 而后直接开口大喝 滚 给我立刻滚 自荒谷时代传承下来的机家 何其超然 没有人敢辱 一个小修士竟然如此 机家几位名宿 尤其是机会脸色铁青 额头青筋蹦跳 但还是忍住了 就在这时 机家其他修士追了上来 大多都是年轻人 天空中密密麻麻 到处都是人影 还有你们 都给我一起滚 叶帆大声传音 不断被追杀 他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当下没有什么可顾忌的 反正已经撕破脸皮了 不能逃生 便鱼死亡破 他的声音 如天雷在震动 整座举城都听得清清楚楚 下方步伐修士 全都露出金色 那些人不是机家的强者吗 居然有人敢这样对他们说话 真是了得 堪比孔雀亡了 那少年到底是谁呀 敢叫机家民宿滚 镇住了所有人 没有一人敢上前 恐怕也是一位大能吧 叶帆在这片地狱 一直默默无闻 但自这一日起 注定将被所有人知晓了 敢挑战荒谷世家权威 单人面对机家诸多强者 形成对峙的局面 实在是让人吃惊 我说的话 你们没有听到吗 都给我滚 不然后果自负 你们知道会发生什么 人若不畏生死 什么都不可怕了 那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机家几位民宿 额头青筋 腾腾跳动 黑雾缭绕 眼神吓人 机家走出的修饰 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对待 杀了他 机卫老祖 为何不让我们过去 机家的年轻子弟 眼睛都快瞪裂了 怒发冲官 无论走到哪里 他们都被视为骄子 今日居然被一个少年 这样羞辱 根本无法忍受 叶凡第一次在年轻一代 扬名 确实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的 很显然 将成为机家年轻一代的公敌 叶凡 机会缓缓开口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淡 你可知道你在做什么 四老婆子 闭上你的嘴 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 再提我的名字 一切都无法挽回 叶凡是彻底豁出去了 现在镇不住这些人 他便连一点生的希望都没有了 机会的胸膛 在剧烈起伏 脖子上一根根筋脉 清晰可见 像是藤条一般粗 在鸡鸾鱼颤抖 他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了 有人敢这样对他了 纵然强大如他活了这么久的岁月 也很难咽下这口气 老左 快等什么 杀了他 让我们过去杀了他 机间年轻一代 全都无法忍受 个个是杀气冲天 叶凡扫视前方 我只在说最后一句 立刻都给我滚 只给你们实习的时间 机家年轻一代 有人长笑发泄愤怒 下方 巨城中的修士皆沉目皆舌 很显然 叶凡必将名传南城 成为荒谷世家年轻一代的功敌 就在这时 有人长笑 一条身影眨眼而至 快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像是一直立身在巨城上空 而不是突兀出现的 这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清朽绝伦 发丝柔软 眼神清澈 气质脱俗 如花束堆雪一般清晰 正是孔雀王 说得好 机家的人你们听到了吗 还不快滚 孔雀王 辟腻难遇 所向披靡 是屹立在绝颠的人物 他的出现 让所有人都变了颜色 很多人都战战兢兢 要知道 孔雀王一声大吼 就直接震碎过 机家民宿 强大的 无法揣夺 孔雀王走了过来 拍了拍叶凡的肩头 看起来 如莲花一般脱俗 没有一点大能的威势 众人吃惊了 这叶凡到底和孔雀王 是什么关系啊 难道大有来头不成 机家几位民宿 脸色是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尤其是机会 隐藏宽大衣袖中的手指 在轻轻的颤抖 试问难遇 便问东荒 可有人敢如此呼喝机家 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没有人敢这样做 可是眼下一个少年 不过十四五岁 却敢这样呵斥 让他们何堪忍受呢 现在孔雀王又驾临了 与那个少年并排而立 说了同样的话 让所有人都握紧了拳头 然而 他们却无法发作 孔雀王何许人也 妖族的大能 恶事难遇 机家圣主不出 谁能与之争讽 更为紧要的是 逼急了叶凡 直接将大虚空术 传遍天下 对机家来说 那将是一场灾难 机家几位民宿 进退不得 心中愤懑 不知该如何是好 后方 机家的年轻子弟 更是怒火中烧 叶凡的面孔 深深地烙印进 他们的心间 荣登为 必杀名单上的 头号人物 这将是 年轻子弟的功敌啊 这些年轻弟子 虽然很多人 冲动与热血 但却没有一人 敢逾越雷池半步 一片鸦雀无声 下方的巨城中 有很多修士 有些人是路过这里 有些人 原本就居住于此 他们感觉 口干舌燥 多少年了 机家高高在上 矗立在云端 需要让人仰望 无人敢忤逆 放眼东荒 谁敢挑衅 何人敢口出不逊 哪个势力敢招惹 今日 居然被人如此对待 让所有人吃惊 感觉不可思议 全都一扬天观看 孔雀王八百年前 便曾大战 遥光圣主 闭拟天下 敢惹机家情有可原 可是 那个名为 叶凡的少年 什么来头啊 居然也敢如此 而且 机家死心有忌惮 难道 也有着 非同寻常的 来历不成 又有人敢挑战 机家的权威了 不知道能否活下来 过去的无尽岁月中 却也有些桀骜之辈 但都已悲剧收场 没有人可以撼动圣地 与荒谷世家 退一步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这样恐怕 难有生路啊 你懂什么呀 孔雀王这样的人物 向来是我自飞扬 临天下 说是退缩 就不是孔雀王了 至于那个少年 恐怕也是同类人 也许是前辈大能 也说不定 此刻 叶凡成为了焦点 不光名字被人记住 就是容貌也深深地 烙印进所有人的心中 到了现在 他想低调 想默默无闻都不行了 自今日后 难遇很多人都会知晓 此时 他与孔雀王病历 被很多人看作同级人物 除去机家人外 不了解此中详情的修士 不少人都误以为 他是一名 不闻名于世的强者 还不管 我说的话 你们没有听到吗 孔雀王 话语并不伶俐 平平淡淡 但却让人心惊肉跳 他纵横难遇 八百年前便可涉事 如今自然更加让人惊惧 孔雀王 你是前辈大能 我等自知不敌 但你也没必要 这样生气 机会脸色铁青 缓缓开口 却不敢说过激的话 后方 所有人都在紧咬牙关 荒谷世家出行 却如此憋气 古来少有 不过 没有人敢发作 惹了眼前的人 很有可能 所有人都要 留下性命 都在紧咬牙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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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感谢观看